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科学给予我们一个更为可靠的基础 因为如果单从既往的历史记载来看 往往会让人们陷于无休止的争论 而科学的证据往往更贴近于事实 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科学比人的记忆比人的忠诚度更为可靠 因为我们知道史观它是有倾向性的 当事人他是有利益的 而科学本身往往会把这些因素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 除非做一个造假或者一种倾向性的这种阐释的话 一般情况下科学是可以信赖的 而且科学的特征是具有可重复性 一个实验你有机会可以再做一遍 今天我们就要从一个科学实验来讲起 这个实验虽然不直接关注于我们历史的结果 但是却是有助于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这个实验是著名的心理学家 所罗门阿施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所罗门阿施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一个实验呢 首先阿施安排了一个七个人的志愿者 阿施安排了一些志愿者来观看两组图片 这个图片我们看一下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中左边是一个标准的线段 右边是一个比较线段 他的测试的问题是 在右边的比较线段里呢 哪一根线段呢和标准线段呢 是相等的 想象一下你是阿施的一名志愿者 你坐在七个人的第六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实验会向你解释一下 你们参加的一个知觉判断的实验 研究者呢要求你说出 图片中的三条线段中呢 哪一条线段 与左边的线段呢 是一样的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概都非常容易判断的 应该是线段二 当你前面的五个人呢都说是线段二的时候呢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呢 接下来的比较呢 也非常简单 这似乎处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片段中啊 如果当当你之前的五个人呢都说实验二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也会理所当然的选择实验二 但是呢 这个实验呢 阿师呢 却没有按照通常的情况下进行 他事先请了一些演员 这个时候呢 这些演员呢会说线段三呢 更接近于左边的线段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产生一些怀疑 当第一个演员说线段三的时候呢 你会非常的轻视他 你会觉得啊 这个人判断力太差了 第二个演员说呢 是线段三和左边的这个线段更接近的时候呢 你也会觉得 哎呦 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么多人这个判断力这么差 但是当第三个人判断说线段三和左边的图形一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大吃一惊 尽管呢 正确的答案显然一件是线段二和线段和左边的线段呢 是更接近 或者一致 但是当出现三个以上的判断呢 出现了选择现在明显错误的答案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到紧张 你从你甚至可能会从椅子上站起来 使劲的再看这些卡片 等到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呢 也同意线段三和标准答案更接近的时候呢 你就面临着认知上两难困境 什么才是正确的 是同伴告诉我的是正确的呢 还是我眼睛看到的是正确的 阿施的这个实验呢 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学上的从众实验 也就是我们人类呢 在心理上呢 都有或多或少的呢 跟从同伴的这种心理 因为我们人类呢 天然的是一种群体动物 我们需要在群体中生存 所以其他人给我的信息呢 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面的五个人 都给出错误的答案的时候呢 多数的被试者呢 内心呢 都会引发一些不安和冲突啊 这些不安和冲突呢 都会表现在他们的一些细小的行为中 但是呢 同样的实验 如果单独的回答呢 正确率呢 是99% 但是如果在安排在 有演员的这种环境中 进行测试的话呢 研究发现呢 37%的答案呢 是错误的 也就是从众的 就跟从的这个大六的 就是跟从这个环境做出判断 当然了 我们还要发现呢 还有63%的人呢 没有从众 尽管许多实验表现出独立性 但是呢 阿施的这种从众的感觉呢 就给我们清晰的表示出 我们人类的判断呢 和事情本身是有关系 另外呢 也和周围的环境 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呢 是息息相关的 做完这个实验以后呢 这个阿施呢 就非常感慨啊 他说看上去聪明 且善良的年轻人呢 愿意把白说成黑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和指导我们的行为的价值观呢 提出了质疑 就是为什么人们 会有这种行为呢 心理学上呢 把这种倾向性呢 称为这个从众心理 就是从呢 就是跟从的从 众呢 是这个大众的众 就是从众的这种心理 这种特点呢 在西方文化里呢 实际上呢 还是不是最突出的 因为西方文化呢 是主张个性的 所以它的从众的比率 是比较低的 而在类似东方 东方的一些文化中呢 这些比例呢 是更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科学实验和 我们普通的 这个所谓的判断呢 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所想象的 不一样的是 科学的实验一般呢 要有可重复性 也就是你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人呢 你可以再组织一些人呢 做一个这样的实验 如果这些人 事先不知道 这个实验内容的话呢 得出的结论呢 都是 差不多会比较一致的 也就是东方呢 我们判断的 应该是可能更高啊 当然我们在东方 没有做这个实验 这就是说明呢 我们 对事物和 基本事实的判断呢 往往呢 是 被 被一些社会环境呢 所 所影响的 所以呢 如果一个谎言呢 不断的被重复 不断的被重复 他一开始看起来 好像 嗯 非常的 没有 没有杀伤力 但是呢 有一个法西斯的 这个 有一个法西斯的 这个头目就说了 这个 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呢 就是真理 就是说我们 特别要小心呢 有一些人呢 会不停的重复这种谎言呢 来达到他的一些目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 我们社会员看到的一些 这种诈骗 啊 这种非法的这个 保险 保险品的这种 推销 他都是通过这种 不不断的这个 嗯 营造谎言 而且呢 更为重要的呢 他会找一些托 我们认为托 就是这种 来怎么样呢 来使使你感觉呢 你好像是被这个 这个和大多数人的观点 是不一致的 实际上呢 他正是在 啊 在这种默默的怎么样呢 扭曲了你的认知啊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种 科学的心理实验 揭示的一个规律 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中国古代呢 实际上也有这种观察啊 最著名的这个典故就是 曾孙啊 李白的那个诗里就说到 说这个 曾孙启示杀人者 是不是啊 谗言三级慈母亲 就是曾孙 是一个 比较孔子的弟子吧 好像是 曾孙这个人 一向品行比较好 但是呢 有三个人跟他说 他儿子杀人了以后呢 他的母亲怎么 要下着 要翻墙 要逃出去 所以这种 这种认知呢 往往呢 在我们现实中 和在对历史的这个判断中啊 会受到很多 这种我们称为干扰 这种干扰 有些当然是没有 没有这种 是无意的 但也有很多呢 是故意的 故意的散布了一些 虚假的证据 虚假的证词呢 来误导我们的认知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这种 光绪死的时候呢 光绪的一案啊 主张这个光绪 自然死亡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一案 非常完备啊 那光光绪那个 呃 什么时候身体不行了啊 怎么什么反应 好像非常正常的死亡 另外呢 他会不断的重复 这种说法 你达到怎么样呢 误导你的这种 呃 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对 历史的认知的时候呢 一定要怎么样呢 呃 要告诉自己呢 就是说我们 呃 要 把一些 杂音呢 剔除掉 这些杂音呢 来自哪里呢 我们实际上是非常 难以区分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 把事情放成 放在这个 以科学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谈到的 人类起源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DNA DNA呢 证据呢 和分子生物学呢 啊 虽然它这个 有些困难啊 比如古生物的提纯啊 当时还还有一些困难 但是呢 它起码是比 呃 一些人的口述 一些人的情绪呢 更为可靠 另外呢 我们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从哲学层面上说呢 我们 个人的存在呢 是 依赖于周围的这个 所谓的他者 就我们 虽然这个迪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但是你 你要 你的存在 或者你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呢 你又离不开 其他人的存在 啊 这是一个 我们 对一个事物判断的一个困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更加这种 重要的是呢 我们要 对一个史料的来源的进去判断啊 就是这个史料 呃 它是不是 经常 说谎啊 是不是经常说 而且这个 史料呢 是不是 它的来源呢 是不是有一些利益 利益 或者这个 冲突 还更为重要呢 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一旦这个信息的来源呢 多次撒谎被确认以后呢 它的信息呢 你就要自动的去屏蔽它 你就不要再相信它的任何的说法 啊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 慈禧啊 慈禧 慈禧这边的 或者说一些 呃 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古代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野史上的这种说法啊 或者说一些 呃 笔记上的一些说法 他反复的说了以后 你有 你多次发现 哎 他他撒谎了 或者他说的和事实不符的时候呢 他所有给你提供的信息呢 你是要打一个问号 啊 所以我们会发现的 对于历史 对于事实的判断是非常难的 而且另外我们要怀疑 学会怀疑自己啊 罗素就说呢 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呢 首先不应该认为呢 自己是全对的啊 就是不能说 我也我做的都是去对的 我深信自己 这这个完全是正确的啊 罗素就说你甚至可以怀疑 你我包括对我的学说 你都应该采取怀疑的态度 所以我们只有对这个历史呢 经过了怀疑 经过了治政以后呢 我们才能确认呢 这个历史的这个可靠性 而这种怀疑精神呢 是我们无论是科学还是历史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简单的听从于啊 所谓很多人大部分意见 认为是这样的 或者专家经常这么说啊 这件事情就被认为是是真实的 真实的历史呢 确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通过学习历史呢 掌握啊 这个分辨这个认知的一个能力啊 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呢 可以通过我们对历史的甄别呢 加以提高 这对我们生活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尽可能正确的做出判断啊 我们既不能像这个罗素所说的那样 就是说我们既不能顽固的坚持自己的理论啊 要学会怀疑自己 又不能盲目的遵从所谓的主流的意见啊 就是环境人 就是周围的人的意见啊 周围多数人的意见呢 往往也是不可靠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还要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身 就是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呢 来判断一件事情呢 可能更为可靠啊 而且更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提到说这个阿希的实验 如果你真的拿出尺子来量的话呢 这个答案呢会简单的多 但是呢 如果你仅仅是根据别人的依靠呢 就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了 跟从了这个所谓的大众的主流意见的话 你可能也会犯成这个犯成一个错误 同时呢这种大众的主流的意见呢 是可以被伪造的啊 之前呢我提到了一篇论文 就是关于这个英文版论文被引用的 这么一个小视频啊 结果下面大多都受到 所谓的这个唯齿论者的这个攻击啊 他们的攻击当然本身大多数呢 是不值一搏的 因为唯齿论有什么好搏的 对不对这件事情他们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 并不是说他们任何事情呢 都是经过一个制政啊 都都有权进行制政 只是我这个制政已经被制政过了 无数次就没有必要再再进行这个制政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这个谎言 所谓的伪造啊 怎么西方人伪造了什么金字塔呀 这个伪造了什么这个这个 古埃及文化 古罗马 这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 这些东西呢都无数人多次的验证啊 包括实力验证 他们都都都会做过啊 而这些人顽固的认为 古希腊 古罗马 古埃及的文化都是假的 他们完全是因为只出于一个立场 来认定他这个事实 他完全没有对这个是非的这个判断 所以他们本身不值得一搏 但我为什么要逐条的回击呢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听任这些谎言 或者听任这些错误的信息呢 包围你的话呢 你的听众呢就会受到影响 特别简单的 他们就会重重的认为啊 这个这个观点是极少数极少数的 我是不应该跟随那种观点的 我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改变我的立场 认为古埃是假的 古埃及是假的 所以所有的这个不是不支持 我们这块的这个主流论呢 我们这片土地上人的主 是是最最优秀的这种论述呢 都应该受到怎么样批评啊 这种这种论述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呢 怎么样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勤劳啊 通过我们每一条竹条的这个批驳呢 让事情呢 变得没有那么可怕 是吧 就是如果你不坐身 恰恰是有的 有些朋友说 那些什么那么无知的人 你干嘛要去理他们呢 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这种 自命清高的一个错误吧 因为它不是中国的古代的文化 它不懂不懂得这个大众的这个传播学 如果你保持沉默呢 他们就会营造一些所谓的主流观念啊 你看这个这个观念根本站不住脚 大上来百分之九十九人都在批评他 他那是错的啊 如果你不发生那你就会包围 你就会承受这种后果 但是所以呢 我一定要啊 几乎是每一条 只要我有空一有时间啊 我就会翻一下手机看一下这个 我评论啊 但凡上来进行攻击的呢 我都要每一条的进行反驳 这就是我们正确的一个对待这个信息的问题 说实在的 这也是一种这个所谓认知的这个斗争啊 我们就要敢于斗争吧 既然他上来进行我们所谓的这种为始论呢 或者上来进行一个非常低级的这种谩骂式的这个攻击呢 我们当然应该回击回去 我们又不是能要 我们手上掌握了大量的能力 我们既有事实 我们也有论据 我们还有逻辑的手段 甚至说我们的这个逻辑修辞呢 都都占于上风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 这是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被一个错误信息所围绕的话 你也知道它是错误 你是否应该保持沉默呢 这是我们最后给大家留的一个问题 好 这里是老何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除历史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好 再见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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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